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來到OPChannel 我是光卓老皮 耶耶耶耶 OK 歡迎回來我們這個邊緣世界的遊戲實況 好啦 那麼在上一集呢 這個無情的海盜 把我們大門口亂轟亂炸 害我們這四個人受傷 不過現在就是經過一段時間 老皮已經讓他們就是各個就是已經復原了啦 雖然說有些人還是有一些輕重傷 不過應該不會太過於影響到他們後續的工作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老皮就重新強化了我們的大門口 喔 欸 我們砲塔研究好啦 好啦 砲塔居然也順便研究好了 那我們可以就是順便把我們砲塔強化 就可以讓我們這個砲塔的子彈增加一顆 讓我們防守起來也比較輕鬆啦 好啦 現在看到我們這邊已經變兩層防禦啦 這邊也是金屬的 金屬製的射擊孔 那像說那個木頭刺的射擊孔大概被打個幾發就爆炸了 其實真的還蠻爛的 爛東西好不好 太爛啦 太爛啦 那現在換金屬製的呢 他的防禦率就比較高了 血量基本上是多了 欸 沒有多啊 血量才230欸 可是原木的是300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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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難不成 難不成這個 越好 怎麼講 越金屬的東西啊 這反而他防禦越差 這有沒有道理啊 沒有道理嘛 不過沒關係啦 反正到時候我們把這四個砲塔 製作完成之後呢 大門口的防禦就可以到一個比較 這個滴水不漏的境界啦 那後面這邊的話到時候我們今天也要把這邊再做一層防禦 變成兩層防禦 這樣從上面進攻的地方也會就是順利的防守住啦 好啦 然後還有上次就是我們這個溫室的花朵 我們的溫室花朵呢也順利的完成了 你看這邊已經開始在種了 他這場速度非常非常快 你看外面大概大概的話要三四天吧 他只要大概一天或是一兩天左右 他的植物就可以長成就可以收成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今天就來繼續來蓋我們的新東西 首先呢就是我們剛才講到就是說要來 增加我們的藥扇 我們這邊要蓋一個那個 新的 新的防禦措施 欸 改良型砲塔欸 一種升級過後的砲塔 擁有更高的射速 會自動朝向敵人開火 爆炸的時候呢 會造成傷害 雖然說擁有 什麼東西啊 400點生命值 但是不知道不容易被點燃 欸 好像還不錯齁 而且它範圍比一般砲塔還要大 這麼大 哇靠這樣 欸 其實也還好啊 這是一般砲塔 這邊是這個是改良過後的砲塔 兩個人的大小是有差 可是範圍好像沒什麼差 不過沒關係啦 我們這邊先蓋一座 兩座小砲塔 這邊兩座小砲塔 然後前面這邊前方的可以再蓋一座 因為這個防禦比較高嘛 那血量比較多 OK 好啦 那我們現在就是要把這邊的這個樹木 把這邊原木全部砍拔掉 因為我還需要更大的空地 還需要更大的空地 那這個樹木盡量不要浪費掉 然後 我沒有意外的話 這次我們要蓋的東西 就是所謂這個太陽能發電站 因為 光靠這個地熱發電機 其實它的那個發電的量 不是非常非常的好 你看像我們真的 自從這邊已經開始運轉之後 這個電力基本上都已經 快被消耗光光了 所以沒辦法 就是還要再蓋大量的這個太陽能 這樣子 太陽能的話 比較不會被這東西所牽制到啦 那我們的話 蓋這邊怎麼樣 蓋這邊然後 可以一樣連過去 這邊可以再蓋個蓄電磁場 我們這邊把他圍住 這個天然的防禦措施啦 但好像也不錯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來左手 左手蓋我們的太陽能發電站吧 看一下 我們把這邊移動一下 欸 又有人進攻了嗎 不會吧 欸 屋葉偏縫連夜雨 是不是你看看 炸彈幫又來了 這是他們一樣是帶領 喔 多一個人喔 這是五盒 他們直接進攻喔 他們直接進攻 好吧 那他離我們的基地的距離呢 有段距離 不過沒關係 應該還是來得及防禦啦 來得及防禦 好啦 那我們先把這邊一樣規劃好 等他們過來的時候呢 我們也是經過不到我們的 建圍範圍啦 對不對 沒有人可以突破我的建圍 突破嗎 欸沒有 他們沒有馬上進攻啦 他們也是大概等一段時間 所以沒關係 我等 那叫請軍入夢 請軍入夢 這邊 欸這邊怎麼還沒 趕快啦 欸這邊有漏洞好不好 欸 補一下嘛對不對 喔這漏洞蘆布補 他們等下直接在長區 就直接打進去 然後 這邊的話是沒電嗎 奇怪喔 我們先重新切電一下 欸還是沒電 欸 哈囉 有有有有有 有電 四個防禦塔 我就不相信還防不住你們 對不對 上次被人炸個七八十碗 這次喔 想打啊 沒機會啦 沒機會啦 中間這邊還可以蓋個那個 怎麼講 強化型的砲塔 這樣的話 我們就真的是 超級滴水不漏 想滴嗎 啊滴不出來 滴不出來 這樣應該是沒問題 這邊應該有強化砲塔 然後這邊就有五座砲塔的防禦 這樣子一個扇形射擊的話 他們只要過來就很容易中槍 很容易中槍 好啦 那現在工作量有點多 我們就是盡量不要蓋太多半 然後他們蓋不完 我們就先 等 海盜進攻之後呢 我們來繼續快轉吧 OK 你看這個海盜果然喔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趁這個物語交加之時 大家都睡了 就趁這個墨黑 墨黑想要入侵 不過 我這次應該不會想要派所有人出來應戰 因為 派所有人出來應戰 其實我覺得 很容易就是讓大家一起受傷 那時候就沒人照顧了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只派這個 因應的 因應的他拿的是這個 李菲爾德步槍 是一把聚集槍 所以應該是還可以對付他們 喔有有有有有 想打架是不是 找打 找打 為什麼不會攻擊啊 欸先生先生 開槍啊 要不要開槍 他對手彈 可是這次我們金屬牆 應該是沒弄到 對不對 果然金屬牆 果然威力就是不一樣 喔不錯喔 準喔 陰陰的這個槍法 果然了得 一槍 沒中 不過我們這個防禦炮 防禦炮塔也爆了 這次一直爆炸 從頭到尾都沒有說 完整修好過 不過他們現在是為什麼原因 不敢向前 是因為同伴中彈是不是 他們現在害怕中 還是幫同伴治療 他們現在已經有 都已經撤退了 果然是膽小鬼 亮你也不敢 入侵我嘛 亮你也不敢入侵我 然後我們看一下 這兩個人是俘虜 近身格鬥 基本上都是格鬥系的 都是武鬥家 武鬥家 我們先把他送去治療一下 把他送去治療一下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一樣 把兩個全部搬去治療 我跟你講 現在治療你 等海盜那個人口販子一來 我就把你賣掉 把你把你阿嬤抓去賣掉 是不是 整天想要入侵別人家 破片手油彈 這邊 機箱塔爆炸了 那爆炸的話 那個建築物爆炸的話 它會 好像退回大概 百分之 百分之幾我忘記了 30到40左右的那個材料 所以其實也不是爆炸之後東西又不見 就是盡量蓋 反正一直爆 一直爆給他爆阿 沒關係阿 你要爆我也來爆 一起來爆 好啦那我們現在就來 研發一下這個好了 這個 挖礦的速度 因為待會我要往那個山裡面去 拓張阿 去拓張我們的領土 跟我們的領地 所以現在就是先把他東西弄一弄 這邊一堆屍體 他們屍體上有裝備喔 但像他們有穿夾克 夾克沒有用 夾克衣服不能賣嘛 呵呵 防彈背心的話我們還可以把它 脫下來賣一下 防彈背心還是有用處的 好啦 那我們先幫囚犯治療一下好了 不然等他破該 等他破該 兩個囚犯 阿 死掉了 果然 果然還是撐不過今晚阿 是不是 為非做歹 做惡多端是沒有好下場 這個為什麼變這樣 哈哈 請問你 這破圖啦 應該是破圖 因為有裝一些魔爪有時候會衝突到 這個 哈哈 太可愛啦 一根棒棒 一根棒棒 這告訴你就是 他這個 他這個歹頭是韓國人 為什麼呢 人稱高麗棒子 是不是 高麗棒子 是不是 你就是韓國人嘛 高麗棒子 他名字叫什麼 妮娜 妮娜的話 他算是一個 就是狩獵者 因為 近身格鬥的話 算是狩獵者 就是可以用他的近身戰 去受那些動物 也還不錯 好啦 那這機器到底誰要負責阿 欸 你們都在那邊 都在那邊閒晃瞎晃 閒晃瞎晃 這一樣繼續把我們的砲塔給完成 這邊就已經 哇超強砲塔阿 你敢過來 敢放我 敢放我 敢放我得幫者 避珠之 避珠之 好啦 那現在這邊完成之後 我們就趕快先把這邊 給稍微開採一下好了 因為我們要開採一個 比較方正的房間 然後讓他們方便進出啦 方便進出 這樣子應該是OK 這樣子應該是OK 好 剛好研發完成是不是 你看看 我正要 正要挖礦的時候 他才把研發完成了 好啦 那現在的話 我們要研發什麼呢 嗯 補氣系統阿 重型砲台 還是防火金屬槍 好像這裡還是還好 那我們先蓋好 醫療床 因為 之後一定會越來越多人會來犯 所以我們先把醫療床蓋好 那如果 受傷的話 我們就可以利用這個醫療床 來去治療我們的人 治療的是傷兵 就不需要說 一定要有人看護他這樣子 好啦 先把這個挖開 挖開之後呢 我們把他圍起來 蓋個出入口 可能是這邊或這邊吧 這邊就是做一個那個 發電站 發電廠 不過我是擔心說 有時候你這樣挖太深有沒有 那如果說你這樣一次挖一大片 他其實會貪方的喔 你還是要留一些資助 然後要留一些資助 那這邊剛好可以當我們的出入口 這邊就是我們的秘密基地阿 這樣進來 後面真的整大片 我可以當我們那個儲藏中心阿 或是說 蓋那個飛船 因為 這遊戲的目的呢 這遊戲的目的 當然不是說就是蓋個殖民基地 就是說 你要蓋這個飛船 逃離這個星球 那 要怎麼逃離這個星球呢 就當然就是要把飛船蓋起來阿 這不是廢話嗎 這不是廢話嗎 所以說呢 就是你要把飛船藏在一些比較好的地方 那他才不會說 被別人那個 搞破壞 因為敵人會盡可能的把你破壞掉你的飛船 讓你留在這個星球上面 動彈不得 所以說還是有一個麻煩的地方所在 這個 應該是女性吧 女性子彈兵 他到底幾歲 35歲 欸 怎麼都30幾歲 你看這陰陰的真的是 厭福不淺 如果說 能夠把他招募進來的話 你看看 又多一個 上次老皮講說 陰聖陽衰 這不是陰聖陽衰啦 完全都是陰天阿 大陰天阿 哈哈 對不對 請問那是女人國嗎 哈哈 對不對 亞馬遜女戰士阿 女人國 看一下 他們現在心情應該不會被影響到 欸 沒有啦 他在關在房間裡面死掉 不關我的事 其實我們蓋個那個屍體堆積場就好 把他們全部堆到裡面 欸 沒電阿 快沒電阿 趕快啦 欸 你們什麼時候才會把他蓋一蓋 不蓋完我們真的沒電可以用了 好不好 對不對 加把禁阿 加把禁 好啦 欸 什麼時候你在蓋什麼 蓋吉祥塔喔 好啦 先讓他蓋一下喔 因為我怕上面有一個人入侵嘛 可惜先蓋也是一件好事情 而且我們現在 你要知道說我們的這個 殖民地阿 現在是只有三個人在工作 因為 Cat的話 Cat姐他現在是 在這邊研究東西 所以他這樣沒辦法工作的 欸 真的沒電 你看他在這邊一閃一閃亮晶晶了 好像滿天都是小星星 滿天都是小星星 真的沒電了啦 大哥 趕快蓋一下齁 奇怪 等下叫那個歐姊去蓋一下好了 因為 歐姊可能要蓋 還是先把這個停一下好了 看一下 我們先請 Cat姐 把鍵刀打開 先請他把房子蓋一蓋啦 因為現在真的人手不足 不能在那邊 白吃白喝了 白吃白喝 唉唷有有有 終於 終於阿 感動了太陽能 這個 非常極富於環保 環保於一身 不過其實太陽能阿 既老鼻所知阿 太陽能他製造的那個過程阿 這招那原料的過程其實污染是滿大的 但是 污染大歸大 趕我屁死 沒有啦 因為畢竟是遊戲嘛 所以說我們能夠利用這個 無窮無盡的這個能量齁 才是我們的重點 現在這邊來弄一下好了 應該是沒問題 阿 這邊蓋錯了 應該把這邊取消掉 然後利用中間這條路有沒有 這樣從這邊鋪過來 所以他們兩邊都會能夠 舉一道點 這是不是很聰明呢 喔 簡直是神技阿 神技 神呼奇奇奇奇 奇奇 怎麼啦 他說 月亮的話已經擋住太陽跟星球之間 所以他現在已經發生日食了 發生日食 日食的話就是你的太陽能 就沒辦法獲得電力 這擺明就是要我的命 為什麼呢 你看 一下給他發生日食 一下又海盜入侵 一下又沒有電 原來現在應該是潮汐 那個人已經沒了啦 所以他發電量基本上都已經見底了 那現在 太陽能 你看 因為太陽能如果他這邊有公寓的話 這邊會慢慢變量 慢慢變量 所以現在就是因為他是日食的關係 他完全不會產生任何的電力 這邊就只能透過 看誰是光頭 光頭來自體發電 這其實不錯嘛 因為隊員那邊想說 你看看 那個人禿頭啦 禿頭不好嗎 禿頭 他可是為這個世界上帶來光明 對不對 你們怎麼可以這樣子欺負禿頭的人呢 跟你講 今天你笑禿頭 明天就換你禿頭 對不對 好 那現在 也是只能繼續等待啦 繼續漫長等待 好啦 我們先等一下吧 好了各位觀眾 好我們的太陽能發電機 也已經完成了 雖然說現在只完成八成 不過現在電力應該是已經足夠我們的運轉 他到底要不要儲藏啊 好像沒有欸 是不是 啊 線沒連起來嗎 欸 你們事情做一半的咯 事情就給他做一半就對了啦 沒關係啦 因為我們剛才發了那麼多的工業之後呢 我們的鐵礦已經沒有了 所以現在就是只能靠應應的還有妮娜 他們兩個去把這個 哦妮娜是我們剛才新加入的 還已經被我們招募完成了 那就只能靠他們先踩鐵礦 踩鐵礦之後呢 他趕快把這邊做起來之後 你們就可以趁晚上之前把電力給儲藏起來 不然 待會 可不就是說 敵人來的時候 機槍塔就當裝飾有沒有 這邊給他裝飾 欸先生這裝飾品不錯看喔 這造價蠻貴的裝飾品嘛 對不對 裝好看的啦 裝好看的 好啦現在趕快把它完成吧 欸 大姐大你去弄那個幹嘛啦 不是啦 喔 唉唷啦 現在K得姐跟那個已經去搬了 等下搬完之後呢 這邊就大功告成道 有有有有 有在搬了 有在搬了 好修哥樓一樣就是把這邊 去去去完工 完工 八座發電機的話 一座發電機的發電量 如果是 呃大太陽的話是一千七嘛 一千七 那 這樣八座的話基本上 大概只要一個早上 一早上你看一下喔 看這邊 充電速度 大概一個早上可以把它全部充滿 那到晚上之前呢 消耗完之前呢 剛好又白天 所以這邊是非常非常的好 但 就是怕日食 當日食的時候呢 太陽的發電機 就只是一坨 只是一坨 就是在那邊 當好看的 又是一個高貴不貴的這個 裝飾品 對不對 消耗我們大量金屬 但是完全沒有任何作為 好啦各位觀眾 那現在太陽的發電機呢 八座都已經完工了 那現在我們要蓋的東西就是這個 電池的儲藏中心 因為這邊儲藏中心大概只有 八顆電池 其實它儲藏量不太夠 好不太夠 那我們這邊再把它接過去 這邊整整塊 整塊 整塊把它弄成窗中心 這樣電力就非常非常充足了 通常充足了 通常充足了 那我們現在就來蓋一下 先來蓋這個 木製牆好了 木頭還有剩嗎 應該還有吧 剩蠻多的 這樣子應該是ok吧 應該是ok 這樣 這樣 然後 開啞道門 我們就開啞道門 這邊開大 開大 然後這裡開大 好 完成 好 完成啦 那等它蓋完之後呢 這邊就可以 開始鋪地板啊 然後放那個電池進去 因為現在還是室外 所以你先不要放機器 為什麼呢 因為 電池 電池如果在露天上面 拍賣的話 不是露天上面拍賣 是在野外 露天的地方放著的話呢 它會很容易就是被那個 摊放是不是 你看 因為這邊就是 已經太大了 它開始在摊放了 不要吧 欸欸欸欸欸 撤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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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危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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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險危險 這個先取消不要挖了 我等下現在在摊放 你繼續挖 繼續挖 等下 導電啊 他導電啊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好啦 各位觀眾 我們這個密室呢 因為老皮加了兩個柱子 加兩個柱子之後呢 屋頂就可以支撐起來了 我現在這個重量是ok的 重量是ok的 那我們就先來 佈置一下 佈置一下我們場地 好啦 那我們就先來佈置一下場地吧 先放 先放個兩 兩鏟燈 好不然這邊太暗了啦 那經過這邊就不知道幹嘛 噢 不知道幹嘛 然後把電線接過去 看一下 蓄電池 我們接些蓄電池 別 我們一樣先多放八組 因為現在太陽呢其實才 才 才八台 八台所以它那個電力還沒有消耗很大 所以我們就一樣先放個 八組就好 好啦各位觀眾 那我們發電站呢 大概也進行到差不多啦 那這邊的話我們是蓋了大概八台蓄電池 為什麼蓋八台而已呢 因為 現在目前只有八台太陽的發電機 所以蓄電池其實蓋多 它電力儲不滿的話 其實是比較浪費的 到時候等我們就說 發電機多蓋幾台之後呢 我們會在旁邊這邊再繼續延伸 再多蓋點發那個蓄電池 這樣剛好就可以去容納它的容量 所以其實不需要再蓋太多 那這邊的電力也沒有用完 到時候如果說沒有用完的後果 相信大家應該知道 又要打 便蹦 就來打報紙了 打報紙 奴隸販子 奴隸販子來了是不是 太棒太棒了 好我們現在先請一下Kate姐 Kate姐 Kate姐 Kate姐幫我們打個電話給奴隸販子好了 因為奴隸販子的話 除了販賣那些戰俘之外呢 對不對 你也可以就是跟他們買那個 其他的奴隸 跟他們買奴隸 好我們現在趕快先叫Kate姐打電話 終於啊 讓我等到這一天啦 看看有什麼樣的貨色 來讓我們物色一下 好現在奴隸販子的通訊 已經接接起來了 我們可以賣手槍給奴隸販子 奴隸販子這邊有兩個人選 有兩個人選 一個是63歲的女性 63歲的女性 社交十一 他非常非常會社交 非常非常會社交 不過其他的能力不是很好 這個賣多少錢 494 這個63歲的女性 494 那這邊是一個33歲的女性 欸 不錯啊 這能力不錯 能力不錯 他就是這邊可以進行採礦啊 射擊耶 剛好我們缺一個槍手 然後他也會烹刃 其實這個能力還不錯 我們就買了 這533塊 好的 我們這樣就 他幫我們把那個 把那個運過來吧 嘩 嘩 好 終於運過來了 我忽然忘記一件事情 好忘記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其實 雖然說呢 已經有這空間 不過我們其實這個床 床位已經變不夠了 好所以我們今天 最後呢 最後就是我們要去把那個 床位 床位要繼續 分化出來 好啦我們就隨便 選什麼東西 演奏一下火花網 好 那床位的話呢 我覺得就往三角裡面挖啦 這樣沒有什麼懸念 因為 外面的話空間其實還是蠻危險的 往裡面挖 空間也比較大 空間比較大 好啦我們先開條路 這樣這個路應該是OK啦 這路應該是OK 然後一樣 我們就挖那個 這樣子好了 挖這邊 我們走到可以再挖 挖寬一點 旁邊可以放一些 防禦設施啊 裝飾品啊 這類的東西 好啦那我們還記得上次就是說 我們人的空間是挖這個 五乘以六 五乘以六 所以我們乾脆就是一不做二不休 多挖一點好了 一二三四五六 好 那邊是五 一二三四五 誒發生什麼事情啊 殖民者的治療 誒 你沒事跑去跟他狩獵幹什麼啦 喔 你很奇怪呢 奇怪 怎麼會有天底下會有這麼笨的人 這麼笨的人 然後空手跟這個路來打架 你以為自己 你以為自己是戰神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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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別鬧啦 別鬧啦 好啦 我們先讓他一搖一下啦 因為他這邊床位已經 也是沒辦法 先讓他一搖一下 好啦 那這邊一樣就是我們 就是挖我們剛才講的那個 空間大小 空間大小 然後 希望要路過去好了 非常長 非常筆直 一樣是五乘以六 六 這邊是五 好 這樣子挖個 三四間左右 先挖個三四間左右 好 好啦 我們礦物挖到一半 就開始又有炸彈幫的人來入侵了 誒你們真的是 超級愛入侵 這才叫我們頭上是怎樣 這個糟糕啦糟糕啦 這個要進行到 一級備戰狀態 這一級備戰狀態 先趕快把 先趕快把 斑斑食物進去裡面躲一下啦 這不是躲 難道出大 出大事情了 KID姐不用 不要再打 不要再屁股撞槍了 先去後面躲 OKOK 沒問題沒問題 好 KID姐 各就各位的戰鬥位置 現在這邊有三個 三個海盜進行空降 其實其實我們還是有辦法防禦的 哇 閃彈槍是不是你看看 喔 酸凍式閃彈槍欸 這麼兇 兇殘異哥 不過沒關係 死了是不是你看看 再來啊 想跑 想跑 剩下還有醫療品 醫療品 好啦 這樣海盜的襲擊就被我們打 打退了 而且拿到閃彈槍 拿到閃彈槍 跟一把手槍 其實運氣不錯 運氣不錯 OK 那我們這一集的實況先到這邊吧 這個海盜也被我們打退了 那下一集呢 我們就繼續把房子完成 然後看看到底 能不能 就是開始發展這個 飛船第一階段 飛船第一階段 好啦 我是老皮 我們就下一集再見囉 OK 掰掰